购聊音乐季嗨过头 乐手裸唱 乐迷漏鸟 购聊国际海洋音乐季 昨天进入第二天 周休二日的人潮开始涌现 浮龙沙滩挤入爆量的30万人次游客 昨晚随着音乐奖项得主陆续出炉 全场气氛飙飙飙到最高点 皇后平香乐团拿下海洋独立音乐大赏 平成坛大赏则由沉默之音看固定和分享 台上台下嗨过头 先后出现激情漏鸟画面 来自新竹的庞克乐团 疯狂拉萨路 贝斯手小阿佩 唱到第二首歌时 尽全罗演出 只用乐器遮住第三点 台下也不遑多让 疯狂乐迷大庭广众下 把身上衣裤八个金光 转身面对全场漏鸟 吓坏不少女性观众 民众来供聊欣赏音乐 又吃又玩又买 估计两天来商机高达五亿 便当卖出六万个 斯勒宾也卖出三千杯 不过有民众抱怨人太多 火车班刺太少 每班车都挤得像沙丁鱼 八度火车站表示 因应海继已加开三班区间车 增停五班列车 女子淋浴间里面人山人海 想冲个水都得大排长龙 你又已经排多久了 我应该就快点小时 所以有没有觉得真的不耐烦 因为里面很热 排队排多久了 半个小时 有没有什么建议 要增加女生的淋浴 光是排队上厕所 就要等上一小时 也实在不方便 对此台北县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 临时领域设备有60个 除人有的厕所 已增设150个流动厕所 东新闻台北报道 好莱坞最新科幻经典 人工进化 关于 来 所以 ell